看一道让孩子头疼的平均数问题 六个数的平均数是9 去掉其中一个数 平均数就变成了8 问去掉的数是多少 读完题之后 我可以先把这六个数画出来 1 2 3 4 5 6 他们六个的平均数是9 那这六个数的总数就是 69 54 再看去掉其中一个数 你随便砍一个 假如砍的是他 那平均数就变成了8 说明剩下这五个数的平均数是8 那58 40 所以他们五个的总和就是40 对比一下 总数54和总数40差在哪了 就差在他自己身上了 对吧 所以他就是54减40等于14 那么去掉的数就是14 刘老师总结一下 如果一道题里面告诉你平均数了 又告诉你数的个数 那你就可以先算出来总数 两个总数都算出来之后 你再进行对比 这个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数学学答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